今天 TVB 被人稱為老人台 當年與亞視競爭稱為大台 大台是綁手綁腳 當年亞視小台可以踩界 大台要老笑嫌疑走同一條路 恐怕被人投訴都投訴到死 今天形勢更壞 多了一班針對 TVB 借題發揮的人 更要步步為營 藍藍同性配對節目 兒子一堂突然抽起 證明想大膽嘗試都要好好部署 既然玩針對 TVB 又不是只有一條 Channel J2 成為 TVB 的實驗室 近日推出 M2 時段 走踩界路線 血腥、暴力、聲音士、同性戀 這些都是大台較少染子的題材 Han Cat Heart the Guest 眾多新環節中最吸引 警匪、靈異、凶殺、情節緊臭 值得留意 不過買TV Super 只提供一集免費重溫 要看的話就乖乖地坐定看電視播了 《鬼滅之刃》有 TVB 粵語配音版提供 適合我這類喜歡看配音版的觀眾 是我問題還是有點誇大呢? 雖然有斬頭的畫面 血淋淋 但不覺血聲 真正試水溫的可能是食棘之靈 包衣、曬雞 今時今日其實是很小二科的性暗示 反正搞笑為主 觀眾應該不會著眼這一點 泰國劇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我覺得連同食棘之靈 都是為了兒子一堂鋪路 其實早前 MyTV Super 已經蠢蠢欲動了 內地同志網劇 《想忍想假》 這齣同志劇 2016年紅了兩個男主角 黃景瑜和許藝洲 紅到過台灣 上了雜誌封面 火速斷市 可惜內地官媒 風艇這麼播 第二季已經拍四幅中 沒得看了 《想忍》我有看的 拍得不錯 雖然黃景瑜扮學生 外形上有一點牽強 但故事不浮誇 不會難扮女 許藝洲創作的片尾曲《漫漫酒》 曾經是我不停loop的一首作品 至於只因我們天生一對 就不是我杯茶 我怕這些強人所難 死前難打的同志劇 M2除了TVB想開拓年輕人路線的施金石 都是為了大台市水溫開路之作 總是覺得 《兒子一堂》會有一個不錯的回響 沒可能放在倉底裡置之不理 雖然同志的話題 對於很多人來說 仍然是禁忌 但同時又越來越好消費 《翡翠台》有合家歡的青春本我 《飛琴大咬》那些 或者留在J2 最後我想請教一下 是否讀《食擊之靈》 我查過字典好像是讀《激》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下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這集會